但是回过头来说 如果办不了郑文灿 郑文灿又不会停权三年的话 赖清德睡得安稳了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有话之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雷声大雨点小 郑文灿这个鸡鸭亭一开 雷声很大雨点很小 所谓雷声大雨点小 可以这么说吧 7月10号上午10点 台湾高等法院 要重新裁定郑文灿的鸡鸭案 然后再发回桃园地医院 跟裁 看要不要鸡鸭郑文灿 那现在的问题是说 高院的从裁 地医院会不会接受 地医院就是打枪 已经一次了 那现在是第三次 要开鸡鸭亭 高院极有可能 又是发回从裁的话 那就要开第三次鸡鸭亭 反正桃园地医院 已经吃了衬托铁了心 不会让郑文灿 进去关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看到桃园地检署 就拼命撞墙 所以高院从裁地医院打枪 地检署撞墙 这个在司法实务上 司法实务上是非常罕见 现在我们来谈 不羁押郑文灿的理由 不羁押郑文灿的理由 桃园地医院的法官 已经说了非常的清楚 证据的问题 证据力的问题 但是事实上 羁押的条件会有很多 就是我一再讲的 勾篡 灭证 好 第二个 逃亡 然后第三个重罪 就是显然 在证据力方面 我们看因为 桃园地医院 不允许检察官进行搜索 所以要搞到证据是非常的困难 因为很少一个贪污犯 你不去搜索他的家 因为他钱藏在哪边 你未必知道 就是说很多贪污犯 他甚至于把钱弄到防水袋 藏到游泳池内 有的人是重新砌墙 把它砌到墙内去 然后随时可以打开 就是说贪污犯 你不搜索他的家 你光听兼听译文 甚至于 你光听传闻证据 这些都不是证据 就是说你要证明 好比说我这边举个例 这个五百万究竟是借贷 还是前经后信 虽然郑文灿他很无奈 他说这个是借贷关系 但是一个县市长 像一个土地重划 去借贷 讲出去笑死人 但是你就是要证明 你就是要证明 这个是不是账款 他事后的退款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其实这个案件不难解决 你向他借贷 对不对 你一定要支付利息 那他有没有什么汇款记录 还是说这些钱放在什么地方 那送款的说 看到他塞在桌子底下 哪一张桌子 你要讲清楚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好 台湾的司法就为了这种小事 就在那边纠结 好 除了纠结之外 我们更看到 他们居然讨论什么勾章 滅证等等 案发七年以后 请问一下 案发七年以后 你要找七年前的证据 是多么的困难 多么的困难 事实上 我们必须这么讲 郑文灿这个案子 我一再说过 既然是由赖清德发动的话 因为这个是属于重案 重案事先一定要承报赖清德 如果说是赖清德发动的话 那检察官一定会鬼打墙 就是说我千方百计 我要找出证据 我来办 这个是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桃园地约 他就是不甩你 所谓的不甩 就是因为你证据不足 你叫我怎么积压 其实积压要件构成非常简单 就重罪积压 郑文灿的刑期 就是 七年以上 属于五年 你就可以重罪积压了 你不要再讲他什么 逃亡啊 证据啊 那一些 七年下来的证据 能够保留多少 这个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 高院会不会再重裁 这一次高院重裁 如果再回地院的话 可以说 应该是最后一次了 因为事不过三 桃园地院不压的话 你也莫可奈何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讲 如果说 如果说 七月十号 开重裁庭的话 高等法院 开重裁庭的话 如果高院再发回耕裁 这可能就是最后一次的 反正事不过三 从这个角度 我们来看 压不压正文灿 可以这么说 你要贯彻赖清德的意志 那检察官就必须回答 想其实第一次的理由 跟第二次的理由 都差不多 那这些理由 你能不能说服 桃园地院 我们必须等着看 但是回过头来说 如果办不了正文灿 正文灿又不被 停权三年的话 赖清德睡得安稳 虽然民进党认为 这不是公斗 这不是赖清德 要斗正文灿 但是各位去看看 打炸 黑金 贪腐 必须处理 不得不来 为什么正文灿 听到这句话 马上持海机会 董事长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正文灿的案子 是非常奇怪 这个奇怪是在于说 为什么桃园地院 对于他在同一间办公室 办公的地检署检察官 拼命打枪 我们应该去探讨 这个幕后的原因 而不是看他表面因素 其实现在在压正文灿 对这个案情没有什么帮助 因为证据就在那个地方 能够收集的 我也相信检察官已经收集了 但是你收集的证据 你要如何巩固 如何补墙 还要看桃园地院的 配不配合你 如果不搜索的话 我已经讲过 你不搜索 你很难让正文灿进去 这个是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 如果你不搜索 郑文灿的办公室居住所的话 你很难找到证据 你光凭 你现在手中掌握的证据 想要积压郑文灿的话 那大家就看 司法的签印 抽签的签 司法的签印 郑文灿是不是抽到 或者桃园地检署抽到 所以我们今天去看这个案子 还是这么说 如果发挥耕材 又被桃园地院打枪 桃园地检署要不要轨撞墙 那再回过头说 如果桃园地院下一次 好 今天是7月10号 7月12号再开基家庭的时候 桃园地院还是不压 那你桃园地检署 你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赖清德要怎么面对这个问题 这才是大家关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